这条数呢,它是有点特别的 它呢,就讲任何一个三位数 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318 任何一个三位数呢 它都可以把它重新排列 重新排列 例如318可以重新排列 做一个最大数和最小数 就像我们小学那样 用318 那是怎样可以砌最大的三位数呢? 那就是8131 那然后 最小的数呢 又像小学mode 那最小的数呢,就是138 那今次的题目呢,就说 如果最大的数 和最小的数 之差,那也就是 8831 和1838 那两个相减呢,减完之后呢 那这个数呢,得出来的数呢 就需要等于 原本的 这个数呢 那我们就要找出这个数 究竟是什么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题目 那今次的题目 318 这个当然不对的啦 那我们就要找出 究竟这个数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这个题目 要问的东西了 那我们看看 究竟可以怎样做了 那既然有原本的数 那我们当然就 这个数 做一个这样的数字 那这个 这个 XYZ呢 那 那是一般的写法 一般的写法 大家都以为 这个是 X乘以Y乘以Z的 那其实不是的 那 那 那 为了要分辨清楚的话 那我们就在上面加一条线了 那 那一般来说 如果讨论到这些数字的话 那 那 那如果你看到 这一类 数字的题目 那又看到一个这样的数呢 那就是 X100 的 Y10 的Z 那就是100 乘以X 再加10 乘以Y 再加Z 那就是这样的 那 那 下次记住这个Lotation 如果你看到一串字 那上面有一条线 就 就是 它不是 字面那样 X乘以Y乘以Z 那 而是有它的Pace Value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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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C 呢 這個是最大的 那 和CBA 這個是最小的 那 那 然後呢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就是 A 大 étant于 B 那 这个大比C 那 那 又或者 A A大过B,或者B大过等于C 那为什么这个等于又会腥来腥去呢? 那就是因为这个中文字 不尽相同 那如果每个数字不相同的话 那它就全部strict forward 就是变成A大过B大过C 那但是不尽相同呢? 那英文就清楚了 Are not all the same 那它又不是说difference 那就是not all the same 那就是它们不是全部都一模一样 那就是不会7,8,7,7 那就不会全部都一模一样 那但是可以7,8,7,8 又或者7,8,7,6 那这样都可以 那所以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A可能会等于B 那又或者大过B 那但是 接下来的那个呢 等好就只可以等于一边而已 那就不会等于两边的 那然后我们就有这颗色 A,B,C C,B,A 就是rearrange的X,Y,Z 那如果我们把两个箱减呢 那因为我们减完之后 就要出这个X,Y,Z 那这样就呼之欲出了 这些东西 那我们首先看看个位先 那个位很明显就是C-A C-A 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这个Z了 那10位呢 就是B-B B-B B-B 那然后这个个位呢 就是A-C A-C A-C 就等于这个X A 那就挺好的 对不对? 那但是等着 留意一点先 那 C-A 它最多等于B 那怎样都会小过A的 那这个又是 C呢 怎样都会小过A的 那无论是哪个case都好 那C-A 是不够减的 那不够减的人又怎样? 那减法 就告诉我们 不够减的人 我们就借位 那这个就需要借一个位了 那借完位之后 C这个当然就会加10了 那记住这个呢 这个10呢 就是借位得回来的 那这个B呢 本来B-B是够减的 那Y等于0 很明显 但是这次不是的 B呢 无端端被借了一个位 那由刚刚够减 变了不够减 那所以呢 他到头来呢 都要再借多一次位的 那在这里再借多一次位了 那不够减之后呢 那要借位了 那所以 第二条色也是在前面要再加10的 那A这个没办法 A就是无端端被人减粗借了1了 那借完1之后 这个就需要减1 那就是这么简单了 那然后我们就有这三条 Modify 这个进借位的色 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拿出来看了 那首先 第二条先 Y这一条 那这条很简单 那我们看到 那有B有B 那一个正B 一个负B 那相约完之后呢 那我们就剩下10-1 等于Y了 那就是Y很明显 就等于9了 那Y很明显等于9了 那然后 那由于 那这一堆数呢 之前说过 由于不尽相同的关系 那你rearrange 那9 都是一个最大的数 那所以呢 9无论如何 都是等于A的了 那9无论如何 都是等于A的话 那我们就很简单了 我们可以代这些9下去了 那所以呢 上面这条色呢 就会变成 你代那9下去 就是10-9 那就剩1 也就是1 再加剩下C 就等于Z了 那然后呢 这个就是9 -1 也就是8 -C 就剩下X 那既然Y 我们知道是A了 那由于是配的 因为之前那个XYZ 这个ABC的出现 就是因为XYZ 这样把它rearrange 才会出回ABC 那我们知道 Y 就是这个A 那外面先写 Y就是这个A 那究竟 XZ 那配哪个 配BC呢 那很简单 那我们看到 Z等于1加C 那就是它 不是等于C 那Z不是等于C 那也就是Z 只是等于B 那 Y配A Z配B 那剩下没得选择了 那X就一定是配C的了 那X 既然是等于C的话呢 那我们又在下面这一条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线索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东西就 呼之欲出啦 那 那么 那 C等于X 那把这个搬过去呢 就变成2X等于8 那所以 那出来呢 X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4啦 那 那Y等于9 这个就不用写啦 那X等于4 也就是C等于4啦 那 那 那这个东西Z呢 就等于4加1 那所以Z呢 就会等于5啦 那 那再写多一次啦 Y呢就等于9 那原本的这个数呢 原本的这个数呢 原本的这个数呢 就是 字面四就是X X 8 Y 10 那 你参成这些XYZ 也就是4 8 9 5啦 那 所以在这里写多一次啦 那 那这个数字呢 那 这个数字呢 就是等于 4 9 5 那 就是这样解 然后写回答 那 答案就是 这个数是495